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泽拉斯卡利姆多黑海岸 坐标50 25 会掉落该座期 掉落概率是6% 注意 如果部落角色 那么需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们要处在现在的位面 这个可以通过对话NPC西多尔米 他身上有好大一束白光 非常显眼 在黑海岸坐标49 25 第二件事是咱们要确认 游戏界面最右上角的黑海岸的字样是绿色的 部落角色就可以遇到黑掌 并且与其战斗 如果右上角的黑海岸的字样是红色的 那么此时咱们看 对于部落来说 黑掌会被阿加斯苦爱控制 会使中立单位不可攻击 如果是联盟角色 位置不变 依旧是在爱泽拉斯卡利姆多黑海岸 坐标50 25 这次击杀的角色不再是熊 而是刚刚咱们看到的控制他的阿加斯苦爱 掉落概率也是6% 咱们同样也是确认两件事 一个是处在现在的位面 第二个是游戏界面最右上角的黑海岸的字样是绿色的 刷新时间很短 一到两分钟的样子 字样的颜色是几种方式的一种 不是唯一的方式 有时候会出现绿色字样 但是显示为对方领地 那么咱们还是以字样为主 如果刚开的号和西东阿尔米对话 没有看到回到过去未面的选项 也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本来只需要待在现在的位面 默认就是现在的位面 除了那两件事 大家还要注意两个小点 一 角色要大于等于50级 二 拾取周期 也就是击杀会有掉落的周期为大概三周 这个三周主要源于黑海岸被自己阵营控制的周期 周期内只可失去一次 除非换周期或者角色刚到50级 第二只 小毛驴 看起来它弱弱的样子 但其实很坚毅 获得方式是通过击杀监工克里克斯 该系有精英的位置 在埃泽拉斯东部王国阿拉西高地 加尔森的矿洞 我在坐标2857遇到的 他在这矿洞监工 坐标会有浮动 掉落概率7% 不管是部落还是联盟 击杀的NPC都是这位监工克里克斯 对于部落角色 咱们同样的配方 在游戏界面最右上角的阿拉西高地或阿拉西高地的附属地名的字样是绿色的时候 来到加尔森矿洞击杀即可 如果是联盟角色 在阿拉西的地图上 同样当右上角的地名的字样是绿色的时候 来到加尔森的矿洞 刷新时间很短 一到两分钟的样子 阿拉西高地和之前分享的黑寒相同 咱们需要注意 一角色要大于等于50级 二 阿拉西高地被自己阵营控制的周期大概为三周 在换周期的时候或者角色刚到50级时 才有额外的失去机会 第三只高地野马 有两款 分别是部落角色的款式 诗意高地野马 虽然看上去有些丧 但是安座还有些帅 以及联盟角色的款式 高地野马 看起来用一点 它不具危险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脸部是白色的 全身颜色更浅 背部除了其不同 还脱了包袱 这两款是根据阵营绑定外观的 得其一 同一个战网号的不同阵营的角色也会共享 和咱们之间分享的鬼灵坐廊和鬼灵战马是一个路数 获得方式根据阵营有所区别 如果是部落角色 那么通过击杀 骑士队长阿尔德林有几率掉落 十亿高地野马 掉落概率是7% 位置在埃塞拉斯东部王国阿拉西高地 坐标49 40 同样 在游戏界面最右上角的地名字样 是绿色的时候 才可以 如果是联盟角色 那么通过击杀 末日骑士 赫尔格里姆 有几率掉落 高地野马 掉落概率是7% 位置在埃塞拉斯东部王国阿拉西高地 坐标53 56 要在右上角的地名字样 是绿色的时候 才可以 两者刷新时间都很短 一到两分钟的样子 同样 因为是阿拉西高地 咱们需要注意那两点 一 角色要大于等于50级 二 阿拉西高地 在被自己正应控制的周期 大概为三周 在换周期 或者角色刚到50级时 才有额外的失去机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了 最后 希望可以点赞和关注拜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祝 Eles 比如说